這些東西大家說他們是熱捨 髒亂的混在一堆 但是如果細心的把它挑選出來 整理乾淨 又可以再利用 好像賦予了新的生命 我們更生人也是這樣的心情 師兄師姐 師傅師傅哥哥 大家早安靠哥 用語句比較貼切的形容是說回娘家 過去就是從這邊出去 其實當初我還沒有接觸到慈濟之前 就已經孫裡面的育友 說好就是出來要製造毒皮這樣 那好險我有遇到慈濟 有遇到這些善子事 那不然可能我這次出來 可能已經被判為期徒刑 或者是已經噴屍在街頭也不一定 看到黃瑞芳師兄的故事 還有蔡天聖阿秀師兄的故事 我想說他們都能夠改變 那相對的我也一定能改變 那也是因為這樣讓我就是鑑定說 我出去之後就要像他們這樣 能一樣成為刺激的志工 今天邀請到憲聖師王很好 這一個人 那就是我們的阿秀師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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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 前人正班苦 苦苦不相同 每個人都會遇到一些事情 一些困難 那那些困難 並不是告訴你已經到人生的終點 只是在時時時刻刻地提醒你說 好 該轉完了 對 然後我都會跟大家說 我就是那個懂得學會轉完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